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福莱 前几天去放羊,将近一个礼拜回来 味觉还没有完全恢复 所以今天和大家研究一个相应扣肉 就是这一块了 土猪肉五花 还有这个就是 贡品级别的 利谱相应 接下来开始表演 先用五花药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期分明 一二三四五 这种五花药 口感相当好 第一,先把表面这些毛要刮干净 最好是用火枪来喷一下 检查一遍 刮干净了 我们先把它放到锅里面煮 同时加入适量的姜葱料酒 还有适量的盐作为底味 那么在煮鸡的同时 还可以加入两个八角 几片的香叶 还有一小块的桂皮 可以去除肉腥味的作用 想做好一块扣肉 在煮肉的这个环节也是很讲究的 不能煮的太烂 否则皮肉会分离 这个时间要把控一下 在挑选香芋的时候 当你看见它的表皮裂开有极纹的 那么说明这个香芋的含粉量极高 这一款香芋它产据于利谱 在早年间已成为了贡品 切开了以后更能清楚的看见里面这些密密麻麻的纹路 它的拓点就是香芋粉 我们更喜欢用它和扣肉一起搭配来一起食用 做扣肉的料头有姜、蒜米、沙姜、干葱头 全部给它剁碎 因为做到菜的口味香浓 除了这些配料以外 还会加入一定的酱料 有腐油、南乳、猪猴酱、花生酱 各15克 还有系量的冰糖碎 盐3克就好了 还有生抽20克 因为这些酱料都会带有一定的咸味了 所以盐不需要太多 胡椒粉和18香扣肉料可以来一点 全部把它搅拌均匀 这一个就是18香的扣肉料 两份的扣肉加入6克就足够了 这边的猪肉煮了将近40分钟 猪皮已变软了 这个时候先把它捞出来 里面的盐汤保留住 等一下这猪肉炸好了以后 再放入盐汤里面浸泡 这一步是把猪皮加上蒸 接下来还要给它磨上细量的粗盐 这样给它充分的渗透到猪皮底下 还要给它磨上一层白醋 接下来就可以把它放到油锅里面炮击了 夹扣肉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 那个肉油都会飞溅上来的 所以这个保险起见 戴上 又可以看得清楚 而且飞上来有个保固挡就在这里 现在开始放油进去了 其实夹扣肉的时候 这个油不需要太多的 这个铁片是放在锅底上面的 防止它粘底 当油温升至150度的时候 就可以把猪肉放到油锅里面了 第二道防线 把锅盖盖上 这样的操作是相当安全的 第一步 两面炸剂6分钟左右 再把它捞起来 晾一下 然后再做一次回锅 这个时候 就把切好的香芋 同样是放到油锅里面 做一次油炸 把每一片香芋的水分炸剂干爽 当你看见它飘在油面上的时候 即可把它捞出 接着再把刚才捞起的猪肉放回锅里面 继续炸剂8分钟 当你看猪皮的表面呈现出密密麻麻的鸡麻点 这种状态 即可把它捞出 再放回到盐汤里面浸泡它半个小时 让猪皮的表面充分的吸入水分 在切的时候 它就不会出现有爆裂的现象 现在可以看到 经过浸泡了以后 整块猪皮出现有一种完沙的状态 这种就是我们做扣肉的一种标准 而且猪皮和猪肉是不会分离的 如果是在某一个环节出错 做得不到位的话 那么猪皮和猪肉就很容易裂开 或者是脱皮分离的现象 这个是经常有的事情 一块好的扣肉 看上去它的层气色着分明 就很有徐意感 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把备好的料头 放到锅里面炒制出香味了 然后再把备好的酱料放到一起同场 目的是让所有的香味都能充分的激发出来 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把炒好的酱料倒进这些猪肉里面 把它捞拌均匀 这种做法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也适合在家庭里面操作 捞拌均匀了 直接把它摆放到扣碗里面 再淋入一定的料汁 让它更入味 整个蒸汁的时间为80分钟 先把里面的汤汁倒出来 用个盘子盖上 然后把它反扣过来 这个动作一定要快 否则里面的汤汁会流出 到了这一步 直接把刚才倒出的盐汤汁再淋回去 耍上适量的葱花 胃口虽然不太好 但配上两碗米饭是没问题的 吃扣肉的时候我就喜欢 一块香芋一块扣肉 这样才能长的感觉 一块烂肉 一块烂肉 刚刚烤 吃扣肉的食用 一定要配米饭 这种还是正当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了 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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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